小冲冲有大聚会 快乐的一天又要开始咯 小朋友们 你们准备好开动脑筋 转转转的吗 上一集 我们带大家一起了解了 有关春象的奇妙故事 这一集 冲冲村又有什么样的精彩电容 挡着大家呢 让我们马上去看看吧 喂 皮皮 太红眼 原来你也在啊 怎么样 找到吃的没 暂时还没有 皮皮 你找到没有啊 我也没有 不过我想我很快就能展到了 啊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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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 别跟着我 臭鼻鼻 你居然敢把我当肉片 红眼 是你 我还以为掉在棉花糖上了 真对不起 讨厌乖 面包 太好吃了 面包 我一年都吃不完的 皮皮 你想干什么 不许动我的面包 听见没有 你的面包 这面包可是我先发现的 是我先发现的 这上面还有我扎的动物 你看 你看看 你别想抢我的面包 我才不跟你抢的 这样吧 就算是我们同时发现的 我们平分面包好不好 平分 不行 都是我红眼的 是我的 红眼 你 你 你怎么这么霸道 朋友 是你 想想我的面包 你有没有搞错呀 怎么是我霸道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用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变 这个左右 一起想 答案就在我们眼前 自己看 一起想 就让我们一起追 红眼 这次我不会让着你了 这半块便包 与休想一个人独占 这个皮皮 受古临丁的 肯定没有多少力气 喂 皮皮 干嘛 你敢不敢和我打个赌啊 打赌 没错 干什么 想打架吗 我才不会跟你打架呢 打架不是我红眼的行为 我呢 要跟你比力气 谁的力气大 面包就归谁 怎么样 比力气 好啊 怎么比 我们俩 谁能搬动这块面包 面包 就归谁 这可是你说的 到时候可不许后悔哦 那当然 不过 我先来 我先来 一二三四一 面包是我 我 我 红眼 你没事吧 我说红眼哪 这样就算搬动了 哎呀 真沉啊 累死我了 不行不行啊 你呀 还是看我的吧 小嘴硬了 就你那吸胳膊吸腿的 难道你又搬得到 我看你呀 还是放弃了吧 不是吧 不是吧 哈哈 怎么样 红眼 面包 可是我的了 这 你 不可能 你怎么这么大力气啊 真真失散哪 走 走 走远了 皮皮 皮皮呀 刚才的打赌不算 我们 我们还是平凡面包吧 再见了 红眼 喂 皮皮 行行 等着吧 我要夺回属于我的面包 可是 你怎么夺回来呢 我子 有了 面包夺回站 开始 来了 奇怪 天上 怎么掉果子了 哦 原来是风吹下来的 嘿嘿 不管它 继续赶路 嗯 呵呵呵 嗯 嘔 饿 啊 左 嘔 看 今天的风还真大 竟然一个都没砸中 算你运气好 看来 有另一项办法了 救命啊 刚才好像 有人在喊救命 奇怪 肯定是听错了 救命救命啊 快快来救救我 会动呢 谁谁救救我呀 有虫虫压在下面 我要赶快去救他 救救我 别急 我马上救你出来 看来 我要使出真本事了 红眼 你怎么会被压在下面呀 皮皮 我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我 是我错了 我不该用果子砸你 最后还把自己压在下面 原来这些果子 是你摇下来砸我的 你太过分了 皮皮 对不起 我错了 我向你道歉 我再也不会打你面包的主意了 对 对不起 那我走了 红眼 等等 晚上 我们一起吃面包吧 真的吗 太好了 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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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好饱啊 皮皮 真没想到 你的力气这么大 那么大的一颗果实 你都能轻而易举地举起来 你简直成了我心目中的偶像 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 别看我们蚂蚁个头小 但是我们能举起 种过自己很多倍的东西呢 你们蚂蚁这么大力气啊 真的是我们重重存里的大力士啊 原来蚂蚁皮皮的力气 有这么大呀 蚂蚁能举起超过自身体重四百倍的东西 它们可以算是昆虫里面的大力士呢 下一集 我们会带来有关蝙蝠的有趣故事 小朋友们不妨先了解一下蝙蝠都有哪些特性 那么我们重重存在见啦 一定要来哦 小重重有大聚会 看到大嘴蛙 开心 无限 小哈哈 上一集我们认识了蚂蚁惊人的力量 是不是很有趣呢 那今天又有怎样的精彩呢 登场见识叫呱呱 怎么没有大嘴蛙 只有笨精归在懂得笨球的好处 只有笨精归在懂得笨球的好处 这里怎么有一个山洞啊 进去看看 海洋脑筋转转 海洋脑筋转 海洋脑筋我们转转 按摩 一起看 一起看 一起想 一起想 答案就在我们的颜 stret 一起看 一起想 就让我们一起 云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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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有人吗 喂 有人吗 这 这是什么声音 有怪物 别追我 你是谁呀 你别害怕 我没有恶意的 真的吗 对 我叫蝙蝠 蝙蝠 蝙蝠 虚惊异常啊 你好 我是虫虫村的铁头 最喜欢滚笨球了 你好 铁头 很高兴认识你 我刚刚是在学飞行 不是有意下你的 没关系 没关系的 走 我带你去虫虫村玩吧 那里有我好多伙伴呢 那太好了 我正愁没伙伴玩呢 跟我来吧 嗯 蝙蝠 走着这么久 你一定渴了 嗯 你在这里等一会儿 我去给你拿点喝的 来了 真好喝 那我再给你取一些来 不用了不用了 这 这 这怎么好意思呢 没事的 採完蜂蜜回家喽 嗯 那是谁呀 怎么从来没见过呢 请问问 喂 你是谁呀 你怎么会在虫虫村哪 小甜甜 小甜甜 这是我新教的好朋友 蝙蝠 你好 小甜甜 蝙蝠的样子飞不留穷 看起来脏兮兮的 嗯 小甜甜不喜欢 不喜欢 铁头 小甜甜是不是不喜欢我呀 没有没有的 怎么会呢 啊 有了 嗯 这样吧蝙蝠 我们来玩猪蜜藏吧 嗯 玩一会儿大家就熟悉了 小甜甜 一起玩猪蜜藏吧 嗯 反正现在也很无聊 好吧 玩就玩吧 好了 铁头小甜甜 你们快去躲好 嗯 铁头小甜甜 你们躲好了吗 我来找你们啦 铁头 铁头 铁头出来 啊 嗯 你怎么知道 我藏在哪里的呀 嘿嘿 还有小甜甜 呼呼 找到了 啊 她眼睛还蒙着呢 小甜甜在树叶后面 快出来吧 嗯 居然被你发现了 不对 你一定是偷看了 嗯 蝙蝠 你蒙上了眼睛 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我们了 嘿嘿嘿 我的视力不太好 眼睛看不清东西 但是 我的身体能够发出信号 感应到物体的位置 哦 好神奇啊 吹牛 什么身体发出信号感应位置啊 我才不信呢 不行 我们再来 这次我来找 好 你们去躲吧 我来抓 快点去躲好哦 什么都看不见呢 小甜甜这么跌跌撞撞的 我看着都疼 讨厌讨厌 疼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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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玩了不玩了 真没劲儿 小甜甜肯定是不喜欢我 不愿意跟我玩 怎么会呢 蝙蝠你不要乱想了 是小甜甜 快去看看 哪儿去 哪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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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奇怪 我明明放在这儿的呀 小甜甜 怎么了 我放在这里的花蜜不见了 不知道是被谁偷走了 小甜甜 你有没有用东西装花蜜呀 有 是一个用花瓣做着的小桶装着的 花瓣做的小桶 小甜甜 你别担心 我一定帮你找回来 小甜甜甜 寻找快乐的答案 快乐就在你身边 寻找快乐的答案 看到你还没发现 寻找快乐的答案 你不咬紧你就发现 扎扎眼睛 开开手心 叫上伙伴 看谁勇敢 一起寻找这快乐的答案 来 点心 画菜 真香 目标出现 没错 好吃的花蜜 我要来吃咯 我的花蜜呢 还好没吃到 喂 你干什么 你为什么抢我的东西啊 你是说这个花蜜 这个好像是小甜甜的花蜜吧 是啊 这个不要你管 你快还给我 这就对了 不要乌龟远逐喽 小苍蝇 拜拜了 哪儿去了 气死我了 小甜甜 蝙蝠一定可以把你的花蜜找回来的 真的吗 别担心了 小甜甜 你看呢 小甜甜 你别伤心了 我把花蜜拿回来了 太好了 我的花蜜 我的花蜜 蝙蝠 谢谢你帮我找回花蜜 不用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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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不该那样说你 没关系 没关系啦 对了蝙蝠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花蜜的呀 我之前不是说过了吗 我的身体能够发出信号 在看不到的情况下 可以感应到物体的性质和位置 哇 蝙蝠 蝙蝠 你好厉害呀 哪里 哪里 小甜甜 你看呢 蝙蝠脸都红了 怎么样 小朋友们 蝙蝠是不是一种很神奇的动物呀 蝙蝠就是根据蝙蝠的超声波定位原理发明的 下一集 冲冲村来了一只可爱的小白蚁 不过 蝙蝠是一种害虫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要好好想一想哦 下一集 我们会告诉大家答案的 千万不要错过